罗马教宗方济阁22号来到华盛顿DC 他受到了民众很大的欢迎 那您觉得这一届的教宗和以前的有什么不同 他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欢迎 这一届的教宗他主张宽容 连绵 他在很多议题上他比前任都比较自由 教宗他不仅是个宗教领袖 他实际上是很有社会政治的影响 所以他来了之后很多天主教徒也是非常欢迎他 美国的民主党人 自由派的人也比较喜欢他 那么教宗他在访问华盛顿之前也去了古巴 古巴也是共产主义国家 为什么和中国不同 古巴拥有宗教自由而中国却没有呢 古巴的宗教自由是因为它有传统 它是拉美的人 他们一生下来就是天主教徒 但是他们的天主教也是受这个政府的一些限制 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跟教宗的联系 所以就是说 这次教宗呢 就是他是主张这个宽容和解 包括对北韩 包括以前那个保罗 还是对波兰的那些天主教徒的一些访问 他是有意的来促进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自由 所以因为这个传统的势力和他们政府的一些措施不一样 所以这个古巴跟中国的宗教自由确实有不同 但是古巴的宗教自由跟美国的当然也是根本不同的 那您觉得宗教对推动社会的民主化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有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宗教给人知道就是说 这个世界的主宰是上帝 而不是美国政府 圣经里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要顺服神 而不是顺服人 但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独裁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认为这个国家元首就是神 一切要听国家的 就是国家元首总统啊 总书记啊就大于这个神 当一个信徒他正是认为上帝比一切都大的时候 他就要追随这个唯一的原则 追随唯一的这样一个根据 所以而且宗教自由他会相应的会推动 出版的自由 言论的自由 集会的自由 像那个保罗爱事 他曾经在1979年访问那个波兰 然后就推动了波兰的这个民主化进程 后来那个波兰总统瓦王萨 就民主选举的总统他就说 他说这个保罗爱事起的作用比我的还要大 推动了整个波兰的民主化自由化 那有消息说今年年末或者明年年初的时候 罗马教廷要和台湾断交 然后转而和中国大陆那边建立外交关系 您觉得这样的可能性大不大 这个可能性呢并不大 当然呢从教宗来说呢 他是主张和解 宽容 跟中国政府搞好关系 他飞跃两次中国的林坤的时候 给习近平发了个祝福的信 伟文的信 他释出这个善意 但是你看到在中国呢 整个天主教是跟梵蒂冈断了关系 他有天主教爱国会 他把这个地下天主教跟梵蒂冈有联系的 都是这个政治犯 都要抓你 包括拆十字架 很多那个天主教神父也去这个抗议 所以跟台湾呢 这个关系呢就是说 也是一个中反建交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如果中国和梵蒂冈建交 那前提条件就是你要跟台湾那个断交 这个对台湾的民主自由是很不利的 对吧 所以我就说如果中反建交的前提呢 首先是你要对天主教进行这个 给予他充分的信仰自由 取消你的天主教爱国会 让中国的天主教的地下教会 就是隶属于梵蒂冈的这个真正的天主教 让他有合法性 让他自由 这才是这个中反建交的最主要的条件 那教宗前脚离开华人帝西 习近平后脚就会抵达华人帝西 那您这次来华人帝西 是不是和习近平来访有什么关系吗 那对是非常有关系 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向习近平他们来表达 我们中国的信徒要求信仰自由 我们在这个25号这个白宫南草坪 我们要进行那个抗议 我们要举着这个十字架有100多个 因为他从那个去年年初开始 他拆十字架已经拆了这个1500多个 这里面也包括这个天主教的教堂的十字架 我们要告诉这个习近平 要尊重这个信仰自由这个朴实的价值 要尊重基督教的情感 他拆这个十字架不仅是对于中国信徒的侮辱 实际上也是对美国这些基督教徒 天主教的这个侮辱 我们还会参加白宫的 国会主办的一个宴会 在那个明天呢 我们还有在国会里主持的一个 关于中国宗教自由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我们就是来参加这个事情的 我们请导播再拉近 请您再拿起这个十字架 看一下郭牧师手中的这个红色的十字架 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是吗 对 我们做了这个一百多个 这个要感谢那个对话园中协会 那个父母师 因为现在在这个温州的话 他们也是高举这个小的十字架 就是你把那个教堂顶上大的十字架拆来 但是小的十字架我们还要高举 因为十字架是 无论是基督教 天主教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志 是信仰的一个核心 你们敢做了多长时间 做了一百多个 将近一个月 对对对 很有毅力做这个 也是很心中有信仰才会 对对对 郭牧师那请问 这个十字架为什么是红色的呢 红色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比丁死 他流出血就是染红的 他跟那个共产主义的红色是两码事 请问您觉得现在的这个教宗 方济阁教宗 他对中国民主啊 这些事业的支持 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他实际上非常支持 因为去年在香港雨伞运动的时候 香港的天主教主教 陈日君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就是现在的这个教宗 就非常赞赏香港市民的雨伞运动 说这些你们认为是 大卫挑战哥里亚 这是圣经里的一个典故 就是大卫一个小男孩 跟一个巨大的巨人挑战 最后把那个巨人给打败了 所以就是他是赞养那个香港天主教徒 香港市民呢 敢于跟这个独裁政府来挑战 所以他实际上是鼓励人们来追求自由 追求民主 这个是非常好的 您是怎样解析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在美国的话 宗教它和这个政治好像没有太大关系 比如说像这次教宗来 那么人们都很欢迎 但是在中国的话 只要不受共产党的控制 那个宗教的人士 他只是想信仰一种 就是精神啊或者什么 但是中国共产党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打压去抓捕去拘集 那您怎么样去解析这样的一个现象 因为共产主义它本质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 就是它不仅要控制政治上的行为 它也要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 所以它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呢 是抓得非常紧 你信什么它是要干预的 它的主要的目标还是要消灭这个宗教 只不过像基督教 天主教 这个是普世公认的一个政教 所以它就采取一些改造的方法 就是你信的这个东西呢 都是要经过它的这个同意 它认为这个信的内容呢 是跟它冲突的 因为它不像美国政教分裂 我这个政党我可以信什么宗教都可以 它的这个共产党员呢 是不能信仰其他的宗教 共产党员它本身有一套信仰系统 无神论啊 唯物主义啊 人是这个进化而来的 但是你信仰其他的宗教之后 跟它的这个无神论这样一套 共产党的信仰系统就发生冲突了 所以它在本质上跟所有的宗教 都是有冲突的 共产党 所以它就要铲除你的这个信仰本身 这是跟其他的一些专制政府 很不一样的一些地方 共产党员 好 谢谢您 郭牧师 谢谢